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还没有发生呢 那么未来的三个月呢 就要好好的注意关注一下了 那么下半年呢 天秤座呢该注意哪些点呢 首先呢是天王新金牛呢 对天秤座带来的影响 天王新金牛的动荡呢 会让天秤座呢在下半年呢 财运上呢容易出现一些问题啊 嗯 尤其是呢偏财运方面 金融投资呢是比较不稳定的 比如说会突然收到一笔钱 但有可能呢就突然失去了一笔钱 在远卖资源上面呢 也不是很能靠得住 所以说呢我的建议就是呢 如果说能靠自己的话呢 就尽量不要去求助他人 因为对你来讲 其实你是一个满适合就是去分享 然后去共同合作去获得利益的人 但是呢在下半年呢 我们这样的机会呢 没有像以往那么多 所以呢要尝试呢 从自己的角度去自力更生 接着是土星呢 对于天秤座呢 在恋爱关系 以及创意展现上的影响 面底的土星授课呢 让天秤座在恋爱关系当中呢 感受到的压力是比较大的 本身的天秤座呢 恋爱运势坎坷 或者呢一直找不到心仪的对象 而你本人呢 似乎也对感情失去了信心 恋爱中的天秤座呢 则很容易呢 跟恋人呢在亲密关系当中产生隔阂 彼此显得有些冷漠 那已婚的天秤座呢 在这个时候呢 怀孕生子的话呢 也会比较不太适合啊 所以说如果说一直在求子 但没有什么很好机会的话呢 那这段时间呢 就保持一个自然放松的态度就好了啊 而当火星呢 在下半年呢 也会带来一些比较大的压力 总之呢 会让天秤座呢 变得脾气不太好啊 尤其是在11月到12月的这个阶段啊 投资欲望很强 但是呢 回报没有那么好 所以呢 会有一些焦虑 而且这段时间特别想花钱 所以导致自己老觉得自己没钱 总之会比较为物质烦恼啊 当然到了下半年 入秋之后呢 其实也有一些好消息逐步的传来啊 一个就是各位逆行的这个冰花啊 土星啊 海王星啊 都纷纷的顺行了 这时候呢 你又获得了一些正能量的支持 所以说呢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只要保持一个比较稳定的状态呢 其实还是能够获得他人都补给的 当年底呢 重要的事项呢 发生在你的饥饿功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 总好的一方面来讲呢 你的财富运势呢 会被点燃了 会获得更多赚钱的机会 那从快的一方面来讲呢 就是我们可能要更加多注意一下 自己的身体健康了 那整个夏天 也就是七月份到八月份呢 这个对天秤座来讲呢 会因为一些家庭的事情 影响到工作 又或者是在人际方面出了问题 部分天秤座呢 可能会在整合社会资源的时候呢 遇到一些意外的状况 或许是呢 债务的麻烦 总之呢 会让你觉得 好像好烦的事情蛮多的哦 能帮你的人又不是太多 事情繁杂 容易没有头绪 到了八月呢 会想寻求一个安静的环境 最喜欢的自己独处的时间 但是呢 在这个时段 你还是表现得非常友善的 如果有人愿意让你帮忙 你都是会比较愿意服务对方 但只是你心里面 还是很勉强的 并不是心甘情愿的 只是因为 来不下这个脸来啊 但其实如果有的时候 你觉得真的拉不下脸来 你还不如就大方的说 我做不到 其实这样对你来说 是比较坦白爽快的哦 虽然说八月份呢 这样会带来一些关系的威情 但是也可以呢 让你呢 找到更加适合相处下去的人选 到了秋天九月到十月份呢 对你来说呢 整体的运势增强了 人际关系呢 慢慢的又回到了原来的高位 审美的创意呢 这样子也会不断的展现出来 但是呢 在家庭关系当中呢 可能就会有一些霸道和掌控欲 容易出现家庭权利的争夺情况 虽然看起来你好像甩手掌柜 其实心里面你是想把一切都掌控住的 所以说呢 一旦有一些失控的情况 你就会很不高兴 那还要注意呢 就在生活当中 还会出现被人骗的情况 尤其是在职场当中 还要注意 有人会给你小鞋穿 所以说呢 天成座呢 在这个时候呢 需要有一点稍微低调的这个态度 尽量的隐藏自己的想法 而且在这段时间 还要注意就是会有一种选择 困难症和拖延症加重的情况 如果说能够让自己的那个状态 比较坦诚的表露出来呢 其实可能会对你的这个发展更好 11月份呢 对于天成座来说呢 是有一些不错的财运的 也有一些投资机会 但是很容易遇到失败 原本开好的项目突然就不行了 也会因为恋爱或者聚会开销过大 天成座呢 会更在意家人 关心家人的身体健康 愿意把自己的故事讲给他们听 彼此分享经验 一直磕磕绊绊呢 家庭关系呢 会变得顺畅起来 虽然还是难免有一些情感绑架的情况 但是彼此之间呢 已经比之前呢 更加的互动融洽了 那如果说在恋爱当中的天成座呢 是比较容易呢 遇到一些情感问题哦 可能会因为一些很小的点 但是就是在内心过不去了 造成了比较大的争吵 导致了一些分手的危机 年底的时候呢 天成座呢 会更加注重家庭带来的安全感 那在这个时候呢 也会重心呢 多放在家庭上一点 而且呢 在事业当中呢 其实是也需要一些别人的帮助 所以在这段时间呢 是特别需要跟他人搞好关系 尤其是家中的长辈 或者是领导 或者是一些亲戚关系的朋友 就是年长的这些男性呢 特别容易给导你一些支持 所以说呢 应该要静下心来去听对方的一些指导 当然不是所有的点播 你都能听得进去哦 但是呢 多听听总是没有坏处的 这对你来说呢 其实是一件好事情 它可以呢 帮助你呢 度过一带有一些隐性危机的事情 总的来讲呢 天成座呢 在这个下半年呢 是有一些跌宕起伏的这个旅程 但是一定要保持住自己 能够坚定向前的决心 那这样子的话呢 就能留暗花明 好 以上呢 就是天成座呢 2021年的下半年的整个的运势情况 我是静电鱼 感谢你们的收看和支持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